各位新来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陈学信陈老师 哇很快的今天又来到了一个 10月21号礼拜一了 那又是一个礼拜新的一天的开始 今天的一个行情 台北股市呈现开高震荡 收红小涨的一个格局 那么对于今天那个震荡 我问各位需要担心或害怕吗 为什么我认为根本不必 只要多分控盘格局不变 逢低震荡偏多的策略就无需做改变 选股才是重点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各位新来投资朋友 尤其目前台北股市 拥有四大利多题材价值 将会带动的一个台北股市 持续往上冲 第一个利多就是上述公司 今年的一个总获利将足迹走高 从第三季的一个总获利 有机会突破兆元 合计全年的一个获利 将渴望达到3.8兆之多 第四季还可能在什么 更上一层楼 再冲上今年的一个最高峰 特别是在NVIDIA AI的一个晶片的一个价值之下 所以后市的一个行情会越来越精彩 第二个就是台积电的一个法缩暴行 第三季的营收获利 毛利率全都打败法人的预期 当时很多的法人预期 毛利率可能在53%或55% 结果够出来成绩单 毛利率是超过57% 那么甚至在整个的一个全年的一个营收 渴望年增将近三成 市场原本预估是在24到26 但是你可以看到 台积电所缴出来一张的一个亮眼的一个财报 跟亮眼的一个财测 而且第四季到明年 整个营运的表现更加出色 所以外资法人也纷纷上修他的一个目标价 大摩九大的一个外资的一个券商目标价 几乎均价落在1400块附近 目前台积电大约是在1100 那么离他们的均价1400 还有300块的一个空间 如果台积电有机会怎么样 持续往上挺进的话 那我问你台北股票市场上要不要涨 我想应该不需要我再多说 当然我也不希望台积电涨太快 因为台积电涨太快的话 反而会造成什么 拉通出息的一个这样 一个疑虑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台积电他只要单杆的一个这样 控盘稳盘的一个角色就好 那这个时候中小型股的一个表现 会更加的一个精彩 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联准会的一个降息 这个资金外衣效果 你可以看到美股 经济可望软着物 那伴随着一个领准位 可望的一个温和的一个降息 也带动美股再创新高 领先再创新高 那么部分资金的YE 也有望激励台股持续走高 那么再来就是除了一个电子股 带动大盘上涨之外 金融股的一个助攻力道也不容忽略 并且就技术面的角度来说的话 上礼拜五的一个跳功大涨后 那么下档支撑已经逐步往上的一个 一个电高 已经电高到两万三千点的一个 整数关卡的一个附近 并且上礼拜的一个跳功大涨 顺利回补到7月18号的一个 向下跳功缺口 缺口回补代表什么 代表整个惯性改变嘛 那这惯性改变也代表是 未来有机会怎么样 再来去占7月的一个让 的一个前高嘛 并且就类股跟个股的一个 架构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今天台积电没有涨 但是今天反而中小巡股市 活蹦乱掉 你可以看到 不论是工具具的恩德 甚至包括IC载板的景硕 今天也怎么样 今天也跟着标涨上来 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COVAS也好 还有什么 还有相关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渗出型的一个 或是自动化的一个设备 甚至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同胞的一个这样 软板的一个同胞的一个机板 高速传输的一个翔硕 那么甚至 再到许许多多的一个中小巡股 你看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大涨上来 台积电休息 但是这些中小巡股 持续火蹦乱跳 今天上市会公司的一个加速达到41加 大涨5%以上加速达到112加 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含义 告诉我们说后市的行情 将会非常非常的一个精彩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积电话说爆炸 那么指数站稳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军线之上 多头架构明确嘛 所以后市的行情到底会涨还是会跌 24416点会不会是这一波的一个高点 我相信你有持续锁定我节目 你应该都非常清楚 大家也不必想太多 整个那个整个那个金金涨的格局没有改变 选股才是重点 有震荡就是怎么样 就是各位的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你怎么样来做把握 你可以看到包括的一个什么 包括的一个外资啊 也都纷纷上修啊 整个的一个台股的一个目标价 预期年底啊 渴望挑战的一个 的一个摩根大通预期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24500点 甚至乐观啊 有机会上看到29000点 包括的一个摩 的一个这些的一个外资 也都纷纷上调的一个 台积电的一个目标价 那么甚至啊 摩根大通啊 除以科技类股跟AI体材为核心啊 也看好整个高值率的一个金融股 跟航运股啊 考量可用之兵不以匮乏 对台股的一个效益 渴望带动效益 所以预估整个这个指数年底 渴望上干24500点到29000点之间啊 你看啊 很多这个外资啊 都来啊 纷纷呼应啊 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看法 啊 当时候啊 你可以看到当时候在 在19662点的时候 市场最恐慌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嘛 啊 台股渴望V转上来嘛 结果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V转上来先涨2800多点 啊 然后这一次啊 从22545点啊 修正下来 来到2992点 我就告诉大家 台股啊 啊 进入了一个这样 啊 压缩尾声嘛 准备完大的 结果你 你你你 我相信你现在 你你也都看到了嘛 啊 那么再来后面的一个行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 啊 尤其第四季啊 啊 做梦跟做梦的 作战跟做梦的一个行情啊 啊 历年来啊 啊 平均上涨几率高达九成啊 将近逼近啊 百分之百 所以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哦 你真的不要错过 哦 不想错过的一个投资朋友 真的要赶紧跟上 大师兄的一个脚步啊 如果你认同 大师兄的一个看法跟理念 也欢迎各位去守之老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影片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 或想知道更多 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啊 把你的一个问题 把你的看法把它写下来 让大师兄知道你在想什么 特别是还没有加入标股 新年底那应对的 或特别的投资朋友 真的是要赶快 啊 做到做不到 真的差很多 你可以看到我们带会员朋友 所操作的一个股票 从台积电再到鸿海 啊 再到台积电概念股的一个中沙 甚至再到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大英伟 你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 带着会员朋友 一档接着一档开心大转 如果这些股票你错过 或没有能够跟上脚步的话 那我希望啊 下一档大师兄啊 啊 帮大家锁定的大英伟接班人 三叉叉二 请你务必要跟上 这又是哪一档股票 待会我再好好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我想台积电 不需要我再多说了 你看现在外资的目标价 都已经调高到 1300 1400 1500 甚至最高调到 看到1600 那会不会看到1600 这个我不晓得了 但是至少什么 至少从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啊 这个财报远超乎市场上预期 包括对于整个第四季 包括那个明年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财测 的一个 预测 相当的一个看好 所以我也告诉大家 当时候下沙下来 很多人啊 哇 装鬼来像你 我就告诉大家 闭着眼睛买都会赚 我相信你今天你都看到了嘛 如果你早一天跟上我的脚步 不要说500多啦 也不要说813 就算10月4号967 到今天为止 也有100多块的个价 10兆就百几万了啦 更何况你早一天跟上我的脚步 你看从813到1100多少啦 一张287 10兆就好 10兆287万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都还没有结束 他都还没有结束 那么台积电这一波的目标 到底渴望怎么样 渴望上看到什么地方 那我真的很想讲 那因为法规 爱与法规的一个规定 在节目上 不变公开 那你想知道没关系 你直接视讯大兄 直接视讯大兄 那大兄都会无视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包括这个红海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红海 为什么我仍然持续跟一个看好 上一波从4月16号一路赚到234.5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 这一次从160块 174 你看我直接all in 直接买到五成 直接买到五成 今天盘中最高213.5 你看一张价差多少 53.5块 10兆就多少 10兆就可以让你开心 开心赚进53.5块 更何况我特别会员 50张100张 100张就可以赚多少 你自己算 不需要我再多说 整个后世的运营看望明确 GP200 年底要出货 明年要怎么样 大放光芒 目前那个本益比 大约在13-14倍 那市场给互予 它的本益比合理预估 大约18-20倍 那你想想看 上台的一个空间 是不是还很大 然后再来 你可以看到 随着一个这样 的一个红海 的一个一路的金金涨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整个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大户 的一个买盘 是一路的一个增加 不论是400张以上的一个大股东 或是400张到600张的一个大股东 甚至600到800张的大股东 甚至1000张以上的一个大股东 你可以看到 整个的一个大户的一个人数 的一个买盘是不断的一个这样 不断的一个增加 而且整个的一个这样 超过100张的一个大股东 持股的一个百分比 从原先的一个66.8% 9月份的一个时候 那到上礼拜五增加多少 68.05% 也就是说 它增加了多少 增加的一个 1%多的一个百分比 也代表是说 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大物 持续看好整个的一个红海 未来的一个股价 未来营运的一个发展 再来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 不是最近要发行ECB 定价 无担保的一个科转换债 那么我们回到过去 过去在2021年 也就是在前三年的时候 当时候7月29号 同样的一个红海 它发行了 无担保ECB的一个科转换债 定价163点多 那跟当时候的一个收盘价 111等于是溢价率达到多少 达到47% 那么为什么红海它要发行ECB 因为市场的一个需求 尤其整个这个AI的需求 非常的大 那么AI的需求 非常的一个大 它需要什么 需要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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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资金来的一个 带一个支印 所以也显然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对于会带动的一个公司 运营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爆发 那你想想看 当时候发行ECB163 溢价47% 后来这个红海的一个股价 有没有大涨上来 有啊 你可以看到 还一度大涨来到234.5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一个红海 它发行的一个ECB 那么定价是在300块 它在告诉大家什么 你自己好好想想看 但是不管如何 我就告诉大家 红海我持续看好 我仍然是报警处理 没有改变 那到底我要报到什么时候 到底它的一个破断满足点 会伤感到什么地方 如果说你有红海 或是你对红海 有兴趣的隔头子朋友 你不晓得怎么操作 你来找大兄 大兄来助你一辈子力 再来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 这个联军送给大家联军 我想不需要我再多说了 那当然联军当时候 我在5月23号去 9块贷会没有买进 5月27号送给大家 你看一波大涨上来 你的资产已经怎么样 已经翻了三倍以上 资产翻了三倍以上 当然股价已经涨多了 就不介意大家去 过度去做追价了 包括华星宫 我也是全数都获利换口袋了 那再来包括的一个 三二一哥的一个双红 散热的一个水冷散热 随着GV200开始量产出货 水冷散热这一块的市场 才刚刚要开始 所以包括双红旗红 这一块的市场 我仍然是看好 尤其整个的一个水冷散热 它的一个单价是 原本H100 H200 整个的一个伺服器 的一个零件的一个 单价是高达多少 高达的一个十倍 而且随着的一个 它的一个市占率的攀升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精彩好戏还在后头 双红旗红都一样 都一样 你可以看到 过去我们怎么带会员朋友 大赚特赚上来的 那么这一次也是一样 像这种的一个股票 都还没有结束 我都还是续报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甚至包括的一个疫情 疫情我是高档获利出一半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要获利出 很简单 股价我常说 其实我们在股票的一个操作上 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是站着不动 整整背三灯 你不要以为说 股价我买了 我都死报 活报一路报 报的越久 赚的越多 那要是股价报上去又下来 要是你报不对的一个股票 股票跌下来 我问你 你要不要获利了解 你要不要卖 你看一拳当受从151 一路跌下来 要直接几乎要展下来 我问你你要不要卖 你高档卖 然后怎么样 低档再买回来 不是很漂亮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跟着大胸有什么好处 我就是一顿一顿的 一个帮你来赚 我想 我想很多的专家 有些专家可能没办法 这也无可后悔 但是你可以看到 大胸的一个专业 大胸的一个本事 我都摊在阳光之下 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你可以看到 不仅我短线要赚 我破断更加大赚 这就是你跟着 大胸的一个目的 你可以看到 我短线这样 加差就21%了 高涨获利出一半 我送给你的股票 拉回拉回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再来解 你不必摔 你跟上我的脚步就对了 甚至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中砂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礼拜五创新高 是不是卖得很漂亮 我特别会员 双股会员 你看我全数获利了 结果只留一组 的一个这样基本单续报 我买在什么地方 三百二十三 都有讯息为证 我获利出 我也告诉你 我不是抗坏他 因为他毕竟是台积电的一个概念股 台积电明年的一个二奈米 那董事长也说 魏泽家也说 二奈米的一个 先进制成的需求 比三奈米的一个需求 还要大 做梦都想不到 也代表说 整个的一个 这一块的一个市场 未来的前景展望非常看 但是你可以看到 股价集冲之后 我问你啊 短线会震荡 你要不要卖一下 要嘛 卖掉你看我几乎卖到最高点 卖掉之后 然后拉回今天震荡很漂亮 那拉回什么地方 又会是一个 地界上市的一个机会 你不必再跟上我的脚步就对了 再来 再来 大英伟 大英伟 各位去拿投资朋友 你看我买在什么地方 买在什么地方 今天开高上来 我在Telegram 我也告诉大家 你不要追了 要赚多少 看你自己 不要让人老 把人去拼 真的是恭喜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 的一个会员家族 所有的一个粉丝好朋友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 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 加差就超过43% 就超过43% 为什么我看好他 红 红Vidia执行长 暢望机器人 机器人他要用到什么 视觉感测系统 包括的一个 高精密的一个 自动化的一个零组件 整个订单能监度 的一个增加 而且低档量增 关心改变 你可以看到一锁定 就马上怎么样 大涨上来 马上的一个让 放量大涨上来 当然今天抽转率 已经超过43% 后面可能还有机会 再创新高 但是这个时候去拼 我觉得这个时候拼 你风险会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都是安装 头部人让人去拼 但是人贪人 最好团的一拨 这就是你跟着大兄的一个好处 那重点是 如果你大英文 你又错过 没跟上脚步的话 怎么办 大英文接班人 大兄大家传好 大兄大家传好 大英文的一个接班人 到底是哪一档 这一档股票 你可以看到 这一档 深开头 三叉叉二 科技新贵 那为什么我看好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 当时的一个大英文怎么涨 触底怎么样 底部七七弧弧线 然后震荡之后 放量往上攻 那你可以看到 这档的一个股票也是一样 底部 底部打底完成 七七弧弧线 今年开始放量 才刚要突破 它也是台积电的一个 概念股的一个这样 大英文的概念股 尤其随着台积电的一个这样 扩大的一个建厂 扩展跟建厂 带动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营运 接当强劲 整个这个获利 营收出现了一个这样 向上爆发 再少订单已经超过百亿 而且整个交集排到2026 代表的是什么 今年整个的一个营收 营运获利看好 明年营运获利看好 后年也没有问题 所以向上的一个股票 才刚刚要开始的股票 就是带师兄要带大家来锁定的机会 那这是哪一档 不必猜 想把握头投资朋友 QR code赶快散发一下 只要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大家希望都会无事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再来包括全新的一个标股也是一样 也是搭账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细光子体材 它有双重的一个体材 也是一样打底完成惯性改变才要怎么样 才刚刚要开始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的一个联军怎么涨的 当时候的一个联军怎么涨的 同样的一个这档的一个股票 才刚刚要发动而已 像这样有体材有成长的一个股票 就是接下来大胸要大家来掌握的一个机会 包括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绝版四四头转期的一个大标股 要让大家怎么样 宏图大涨八开头 九年长期大敌 也是搭上的一个这样 散出型的一个封装 的一个概念股 低档量增观星改变 一切才刚刚开始 成这种股票绝版四四头 你不要等到五四头六四头七四头 你都在对心看 这又是哪一档股票不必猜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来QR code赶快散发一下 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大胸都会无事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我常说 技巧才是最大的优惠 刚真的差进去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操作 包括台积电 包括红海 华清光是全数获利了结 双红还是续报 然后一拳是基本单续报 加码当开心获利了结 中沙加码当开心获利了结 那一组基本单续报 农创全数获利了结 大英伟全数获利了结 你可以看到 光是十月英雄版 累积就快多少 你资产已经要翻几倍了 你资产已经要翻几倍了 所以你现在 你只要做一件事 趁着第四季 最好赚的一个机会 你现在只要做一件事 钱准备好 跟着大兄 一起干大事 特别是 这个月又是光辉十月 也是台股的万圣节 不给半价就导弹 单股百万拼百万 买一送三 真的感谢台积电护爸爸 所以你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或是加入Nite或Tele 成为我们好朋友 大兄给大家四大好礼 你听我 我听你 第一个 会期直接买一送三 第二个 自动升等为单股会员 半价 半价给你 第三个 今年会期 通通都算老实的 大兄帮你来买单 所有会期从明年1月1号开始起算 并且你只要办好手续 完成手续 大兄这一套 价值高达四万八 可能不止四万八 大兄认为它是无价之宝 高达四万八 实战课程让你一起带回家 就像联军为什么我们可以掌握到 包括大运回 我们是怎么样来掌握的 在这份讲义跟公典里面 写得很清楚 真的很感谢台积电护爸爸 四大好礼 你听我 我听你 这是难得的机会 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 可以拨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我们线上李专人员 来取得连续的动作 0223219933 我们明天会先见咯 拜拜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